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今天继续白化佛法 学佛人要说佛陀的佛言 行佛陀的佛道 我们要学佛陀的教义 佛陀留下很多的无价之宝 告诉我们修行之众 必先克其裂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佛 首先要克制自己裂根性 和在五欲六成当中所染灼的东西 所以要长存毁 经常心中要有毁意 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 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 过去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 师长多存善行 还有善念 因为你的善心和善念 就是引导着你语言行为 能够行善的一个根据 所以多行善念和善心之后 你会有善愿发出 有善愿的人 那么你就会言语律及 那么也就是说 自己能够守戒了 有愿力的人说 我今天要做一个好孩子 那他就不会乱来 我今天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就不会去嫉妒别人 去贪嗔痴慢疑 心智你的心里的智慧 才能明亮 心智才明 虔诚乃唱 就非常的顺畅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的人 就只顾自己 我行我素 我今天想干嘛 我今天想干嘛 慢无他人 就是傲慢 心中眼中没有他人 功高我慢 那么你就不能明法正生 也就是说 你心中不能知道 什么是正的能量 正的法 你也不能用自己正确的身体行为 所以你这一辈子 可能就会断送你的慧命 你怎么样能够到佛之彼国去 所以很多人没有慧命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会有诸多的魔障 所以必定要坚持道心 我们人要抑制坚强 学会勇于承受 能够担任 就是要救度众生 要弘法 要立生 所以不要被人间的五着恶事所缠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很容易被五着恶事所染灼 过去说染成所染 就是这种灰尘啊 会把你染灼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不被这些五欲六成所染 就是要佛之正气来护知其身 要用佛法的正气正能量 我们永远不要生出 去伤害别人的思维和念头 不要去嫉妒别人的意念和思维 你这个人就敢于担当啊 你这个人就浩然正气 你再凶猛的波涛 能奈我何呀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在 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 继续学好佛 自古以来很多的高僧大德 他们就是能够明心见性 不管周围发生什么 不管心中产生了多少魔障 都有能力去把它克服 那你就不会成为无名之重 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无名之重 所以修心最难超越的 就是心中的魔障 心中的魔障 就是你心中的障碍 就是心经里面讲的你的挂爱心 你有挂爱心 你什么都放不下 什么都挂在心中 所以一个人要有正气正法 正信正念 你才能克服这一切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佛法 救度众生 能够修行 至今 就是修行的经典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懂得 观世音菩萨 传探我们的这个正法 就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灵 改变我们上至天 终至人间下至地府 我们能够要去救度万劫之生的悲苦中度 所以不应该去想得太多 不应该去放不下 一个人学佛的人要胸阔如海 坦然正法 什么叫正 能够用菩萨的正法来对照自己 在法界中能够接 人间天地之浩然正气 广度有缘 悲悯 无名众生 这些都是你以最爱之情 来感化众多的有缘众生 所以我们要真心地帮助众生 来改变他们 去怜悯他们 去感动他们 这样才真正地显示出 我们佛之本性 愉悦自我 大爱无疆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碰到很多难度的无名之重 我们要动之以情 师之以礼 表法最重 你看看法师 佛法生三宝 为什么称为一个宝 就是表法 所以众生 因为在人间 人之有情 人之有情 殊不知不能被人之感情所染 否则 否则你就进入了红尘 这个感情之中 所以我们要学博 要信心 要有信心 要清净慈悲 要用菩萨的大爱之声 与天地同宽 以宽厚待人 以善为本 人心归一 所以这样 你才能救脱更多的苦难众生 所以我们学佛 不但自己要解脱 也要让更多的苦难众生 也要帮他们解脱 因为我们无始节以来 有很多的业障 和身上的这些灵性 这些业障所为 造成我们在修行当中 困难重重 那么这些困难 造成了很多人的懈怠 无名 造成了很多人的贪心 由贪慢慢地转为 称恨心 由称恨心 慢慢地转为 愚痴心 而这些本身 就是因为唯心所造 每一个贪心 每一个念头 善恶都是心 所以要善念长存 要善愿永存 长存在自己的心中 要斩断人间的五欲六成 佛陀曾经告诉我们 众生之欲望 众之欲望 如水火之毒带 尽其生命 佛陀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众生活在人间 我们的欲望就像水和火一样 能够烧着我们的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烧光 烧到我们生命结束 水把我们淹死 火把我们烧死 你为什么呢 我们在欲望当中出不来啊 所以我们修心的人 要善恶分明 恒常去想一想 常思己过 一念善越云霄 一恶念 堕九泉 所以妄念 欲望 欲念 贪念 还有爱念 恨念 我们一定要 越过所有的障碍 要越过罪念 这样 佛陀说 我们才尽于佛之彼国也 所以所修的人 要真修实修 做人要坦荡 我们佛陀 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隆天护法 都会保护我们这些 经修之众 因为佛把我们视为 佛宗之宝 因为修行的人 菩萨 佛 常常的在观照着我们 实时的在观望着我们 他们用佛光 在护佑着我们 观世音菩萨 慈悲 所有的孩子 无时不刻 不来观照我们 我们学佛的人 虽然因缘不同 感官略有差别 有的人有感应 有的人感应差一点 但我们要懂得 要常感念善局 多元众生 就是我们经常要感恩 自己和别人所做的 任何的一个善举 行为 多多的包容 圆容众生 我们才能回到光明的 佛之大道 破密开悟 破密开悟 离苦 得乐 学佛人 因为我们过去 种下了 种下了无明的因 所以 轮回为人 所以 学到后来 就要修回本源 我们要 无在 无业 才能变得 轻一些 才能赶上 我们的法船 其实修心 很多人 讲究着 你修哪一个法门 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不管跟着哪一尊 菩萨或佛 他的法 你只要能够 融入其中 你只要能够 得到法位 提升和净化 自己的心灵 你就是在 慢慢的 往前走 一步一个脚印的 在接近 你的本源 所以我们 真正的解脱之道 就是 要用自己的 定和智慧 凡是一个人 能够定得下来 那这个人 就拥有了 佛法的智慧 所以定能生慧 要时时刻刻 关闭你的六贼 眼耳鼻舌生意 把你的五蕴 色受想行事 贪嗔痴慢疑 要全部的修掉 所以我们修心 就是要修掉 我们身上的 全部的 那些人间的 贪嗔痴慢疑 清除 我们心中的杂念 保持我们 心中的净念 就是干净的念头 那你的精气神 才会合一 那你的天地人 才会在你心中 合一 那你的元神 就是我们说 佛的本源 才会被你激活 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神清气爽 你有目标的修 你一定会解脱 这个世界的红尘的烦恼 走进佛的光明大道 在佛经上经常说 这个 干慧 变者口皮 大致提了 这个心态 其实在佛经上 干慧 就是一种思维 和它的念头 这个一种见解 那么干慧 变者口皮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人 要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思维 不要去耍小聪明 不要认为 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 不要玩弄 口舌是非 歪理啊 很多人讲话 总是喜欢歪理十八条啊 对不对啊 你这个言语 如果说的好的话 那么道心 这个佛道就心旺 你这个言语说的不好 叫言语道断 言语道断的话 你就心形触灭 也就是说 你心里的行为 这个地方啊 你好的佛法 佛道就被你灭掉 你要自己要正悟啊 要正确的来领悟 你用这种变才 无论怎么想 怎么变 怎么说 你心中不正 你讲出来的一定不是真道 所以有大智慧的人 提了心态 就是说 有大智慧的人 能够了解自己 和了解别人的心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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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